《法华经如来寿量品》第十六 佛陀告诉众人 祂成佛至今已甚大久远 寿命无量 阿僧奇节 却又宣布不久之后即将灭渡 其中为何没有矛盾呢? 本周正眼法师菩提心药 《法华经如来寿品导读》下集 让我们一起珍惜上人与佛陀的法音 好好用在生活中 最美好的 准备